方方面面条件 不管音响啊场地啊 然后观众 大家都是为了这么一个 很精致的一个演出 所以我相信到时候的氛围 肯定会让他立刻害羞 这一次虽然是老歌 但是我们都想一些新的点子 让他变得有一些新的味道 我们所选择的歌曲都是一些 真正我想喜欢音乐的人 会很享受这一种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亮颖他又是一个 比较能唱的人 所以他会比较 比较打得开 所以合作起来 真的非常有意思 很不一样 在现场唱的时候 我觉得什么时候 我觉得蛮有 就会特别有那种成就感 基本上在舞台上 他感觉会更加好 通常在舞台上 他能发挥出 比录音更好的一个感觉 我很爽 我希望亮颖以后 走自己的道路 坚持自己的音乐 唱自己的歌 我一定支持你 然后会一直喜欢你的音乐 我爱你 这一半请不帮我听下来 所以再来环境对亚洲的非常坚实的歌曲 可以讲一下 MTV 真火真机面 Do it 加油 加油 宅陌生人这首歌的前奏可能比melody都重要 有那个前奏我已经觉得够了 唱歌只是在里面的一个乐器而已 并不是一个很主要的东西 就很多人知道宅陌生人这个乐器 能比较深刻 并非是唱起来的 而我爱上一道二号 我爱上一整个乐 我爱蜻蜓 转动的秒针 不爱其他可能 我很爱的 比脸色还单纯 比照顾还天真 但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 就给我一个吻 我只爱陌生人 啊 我爱上 某一个人 我爱する你 喜欢看某一个眼神 不外聚它可能 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 比中午还天真 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问 就给我一个问 我只爱某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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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爱某生人